七岁那年 爸爸带回来一个女孩子 要我将她当作亲妹妹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她已故白月光的孩子 那天后 爸爸的目光不再落在我身上 妹妹身体不好 爸爸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不过 就连妈妈去世 她都没能赶回来见最后一面 她向我道歉 你有什么七重爸爸来就好 别怪你妹妹 她身体不好 莽长 我一定要闹个天翻地覆的 这次 我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妇女一眼 妹妹没事就好 妈妈葬礼结束了 爸爸哭成了一个累人 好几个人才将她拉起来 回到家很久 她还抱着一个盒子尸神 那是她送给妈妈的第一个礼物 盒子妈妈也舍不得扔 见我进来 她急忙起身冲我跑过来 差点摔倒 你妈妈有什么话留给我吗 我看了一眼 她身后怯生生站着的宋雪 摇摇头 妈妈走我很痛苦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爸爸注意到我的目光 微微挪了挪脚步 不动声色地将宋雪护住 即便这样 她还是不放心 又道 爸爸对不起你 这都是爸爸的错 你有什么气宠爸爸来就好 别怪你妹妹 她身体不好 她手臂上还有淡淡的伤痕 是我打的 我叛逆不孝的名声是远近门鸣的 动不动就对自己的父亲动手 而我爸爸又是人尽皆知的好男人 温柔 体贴 连重话都不会对人讲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告诉我 去闹吧 和往常一样 找不顺手的工具 朝他们砸过去 可是这一次 我只觉得疲倦 我明白了 妈妈临走时 为什么要我别再像之前那样闹 会很累 她已经累了十几年 不希望我也像她那样 她希望我走出去 离开这里 离开那个家 小雪没事就好 爸爸瞪大了眼睛 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我抱着妈妈的一项 转身进了房间 叫门关上 这些年 为了给宋雪治病 家里的存款所剩无几 房子卖了 车子卖了 如今这个家是舅舅 花钱对我们租的 宋雪的病 已经快要痊愈了 我妈妈却因为没钱 及时治疗去世了 下午 我出去将一头 眨眼的红发染黑 厚重的刘海 也蓬蓬梳上去 在街上转了一会儿 不知道该去哪儿 又去了墓地 我想让妈妈看看 她最喜欢 我乖巧精神的模样了 回去时 爸爸在做饭 宋雪在一旁打下手 两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脸上都养溢地笑 宋雪还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配图是一条漂亮的裙子 我随手点了一个赞 这条朋友圈很快就删了 宋雪看着我 小脸上白 爸爸急忙走过来解释 他 他之前因为生病 都没能穿裙子 只是惊艳一下而已 你别生气 挺好看的呀 两人对视一眼 不明所以 我坐到饭桌前 今晚吃什么 宋雪急忙将菜端上来 惊讶道 姐姐把头发染回来了 爸爸这才注意到 怎么想起把头发染黑了 我耸耸肩 学校不让学生乱红色头发 之前我总是和宋雪对着干 他喜欢穿白的 我就穿黑的 他乖巧懂事 我就叛逆张扬 什么都要和这个乖孩子不一样 我想 这样爸爸一定会看到我 责怪我 骂我吧 毕竟宋雪来之前 他用尽心力教育我 对我他能给的一切 但是没有 他从未因此骂过我 其实 他从未注意到我的变化 他的眼睛只会落在宋雪身上 所以我就欺负宋雪 给他杯子里放烟灰 故意将汤撒在他的白衣服上 果然 爸爸生气了 第一次和我动手 妈妈因此和他大吵一架 宋雪被吓得并发 爸爸带着宋雪离开家大半年 最后还是舅舅来说和 又带着妈妈去道了歉 他才回来 晚上 我起来喝水 发现爸爸还没有睡 他坐在沙发上补衣服 是宋雪的校服 静静 起来喝水 嗯 他拿着衣服有些局促 爸爸补完小雪的 就比你补 我补完了 他瞪大了眼睛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之前我都是直接把衣服扔在他头上 令令他丢我补了 没破我也会故意弄破 宋雪有的东西 我也要有 我以为这样闹 我就得到了 现在 我不稀罕了 喝完水 我便进去看书 我答应过妈妈 一定要考上大学 这几年 我落下的功课实在太多 老师已经放弃我了 好在我刚才跟老师打量花灯作业 他看待我 以顾母亲的面子上 还是和气地告诉了我 并建议我去买一些基础的吸体册 从最简单的开始做气 第二天去学校 同学老师见到我这副样子 都很惊讶 班主任点点头 你看这样多有惊奇神 之前像个小太妹似的 有什么好看的 我站起身 和老师鞠躬道歉 之前是我不懂事 得各位老师添麻烦了 以后我会好好学习的 如果不是我妈妈多次来学校 找老师和领导求情 我大概早就被开除了 我做这些 是为了引起爸爸的注意 几乎只连累了妈妈而已 她一次也没来过 很多同学都以为我是单亲家庭 老师还刻意去家访 想要帮助我 结果看到我近年和三好学生的 宋雪是姐妹 于是无奈叹息 一个家里长大的 怎么就能差这么多呢 爸爸赶紧拉着宋雪给老师倒水 悲悲惨妹道 我们家宋雪身体不好 在学校还要麻烦老师多多照顾啊 我和妈妈沉默地站在一旁 妈妈走的时候给我留了点钱 是这些年她给我藏了上大学的费用 我报了网课 玩命学习一个月 成绩总算不那么气人了 宋雪的生日也到了 这是她18岁的生日 爸爸的意思是要好好给办一个 不过 我们家没钱下馆子 她亲自做饭 要宋雪请朋友来家里玩 家里还挂着妈妈的一项 她的头七还没有过 厨房里摆满了爸爸准备的食材 都是宋雪爱吃的 小雪不能吃辣 她见我在七小米辣 说了一句 我没有理会继续切 她突然走过来 一把拉过我的手 将刀夺走 我告诉你了 小雪不能吃辣 她病才刚好 你想干什么 她吼了几句还不满意 又语重心长地教育我 你妹妹今天18岁生日 咱们别闹好吗 我们让她开开心心 过生日行吗 就当爸爸求你 那我的18岁生日呢 我的18岁生日 是陪着妈妈在医院里过的 她连一句生日快乐 都没有说 还是第二天 开了病房里 装蛋糕的袋子 才想起来 补了一个医院门口 随便买的礼物 姐姐 宋雪惊叫了一声 你的手 我这才感觉到 手掌火辣辣地疼起来 写着这样顺了我的指尖 流到地板上 手掌被刀划破了一道 细细长长的口子 不深就是血大量地涌出来 爸爸吓了一跳 急忙将刀扔到案板上 静静 爸爸不是故意的 他声音有些颤抖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 爸爸这就带你去医院包家 我将他的手推开 小雪今天生日 他的动作停住 我自己去就好了 又不严重 说完 我便带着手机身份证 走出了离家 我没有看到 爸爸在门口 看得我的背影良久 难难一句 静静 甚至变了 我没有去医院 只是找了个药店 自己包扎了一下 然后去书店 买了卷子开始做 十道题我错七道 一生气 将受伤的手砸在桌子上 疼得我差点窜起来尖叫 就算自残 该不会还是不会 这是智商问题 我转过头 看到顾潇坐在身后 他撇撇嘴 恶劣地笑 真是稀奇 尽量能在这看到你 他是学霸 之前我从不觉得他有多厉害 但是前几天 老师骄傲地宣布 他数学又一次得了满森 而我 三十分 想到这儿 我的眼睛里 控制不住地泛起崇拜的目光 嘿嘿 以后咱们会经常在这儿遇到的 他向后缩了缩 不管你是谁 赶紧从宋静身上下来 我一胆也不生气 厚着脸皮 快速挪到他身边 多讲讲呗 他随意扫了一眼 选币呀 为什么 只能选币呀 一个下午 我忘了自己受伤的手 在图书馆将学霸气到差点心狗 天色渐暗 我才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顾潇阵沉着脸 走出图书馆的那一刻 他恨恨说道 但愿我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像你这么笨的人 嘿嘿嘿 他又吓得向后退了几步 干嘛 你想都别想 我瞬间红了眼眶 你知道的 我妈刚没了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 好好好 她举双手投降 如果你不怕被我羞辱谩骂 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谢谢谢谢 我激动地握住她的手 我妈全下有之 一定会亲自来感谢你的 替我谢谢伯母 亲自就大可不必了 公交车来 我赶紧跑过去 又向她真诚地道铃声谢 这个下午 我遭受了自出生以来最多的辱骂 顾潇聪明学习好 长得好家是好 但是几乎没有追求者 因为她嘴太补了 不过 我在骂声中 第一次将一份卷子 完整地做完 原来 做题也能这么有成就感啊 回去时 宋雪的生日会已经结束了 我刚进去 大大就赶紧过来 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然后指了指宋雪的房间 我这才听到 里面传出乌鹰的哭声 她邀请了一个朋友 结果对方没来 正伤心呢 你别去惹她 我将她推开 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不一会儿 爸爸又敲门进来 手怎么样 医生怎说 她说着 从背后递过来一个精致的礼物盒 这是爸爸专门定义买的 雨内一定是发卡 我已经收到过很多位一模一样的了 每次她因为宋雪对我发脾气 都会买个东西哄哄我 价格不高 和宋雪的礼物没法比 但这是她自己动手包装的 精致好看 显得她很重视 很真爱这一女儿似的 可是 我就是这么没出息 每次收到后 对她的怨气都一笑而散 然后开心地坐在角落 告诉自己 她肯定是爱我的 宋雪身体不好 她才会对她那么好的 谢谢 我接过礼物 随手放到了书桌上 然后继续做题 她站在我身边 看了很久 最后叹了口气出去了 我洗完澡出来 就看到宋雪站在我的书桌前 身上穿的那条新裙子 她没有注意到我进来 只顾拿着我的卷子端向 双手微微颤抖 谁让你进来的 她慢慢拍摄地转过身 双眼赤红看着我 我这才看到她手里拿着的 是我从顾潇那儿抢来的卷子 这个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少女的心思就是这么明显 其实 我比她更早发现 她对顾潇的爱慕 你觉得会是我偷的吗 我慢慢走到她面前 将卷的拿过来 上面没有写名字 她却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么喜欢 姐姐 她也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急忙换了话题 我来给你送蛋糕 特意给你留的 她小心翼翼地捧的蛋糕 看着我 谢了 不过我今天和顾潇 在外面吃过饭了 很撑 她的笑容激进破裂 却还是努力维持着 是 是吗 那 我先放到冰箱里去 我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 心里有些畅快 只是这种抱负的快感 稍纵即逝 并未停留太久 这几年 宋雪想尽办法讨好我 讨好我妈 不管我怎么欺负她 她也只是偷偷地抹眼泪 抹完眼泪 又跟在我屁股后面 挤在场挤挤挤挤挤 可是 无论她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都不能掩盖 因为她 我们这个家散了的事实 第二天 我刚到班里 顾潇就大啦啦地过来 抢过我的书包 我检查一下 你昨晚有没有偷懒 然后 一边看一边 对着我的错题 骂我是猪 我微微抬眼 看到宋雪正看的顾潇 模样有些可怜 这样就委屈了 或许 我应该跟顾潇 更亲密一些 才能让她更加痛苦啊 可是我却无论如何 也做不出来 最后只是默默坐到了座位上而已 你这题也能错 你是真没脑子 还是故意气我 我趴在桌子上 老师回答 真没脑子 顾潇一愣 咳嗽两声 竟然对我讲得起来 有了顾潇帮我 我的成绩确实提高得比较快 等到一抹结束 我已经不是白礼吊车尾的了 老师还专门发了的奖状表扬我 让我将我爸叫来 他要当对家长的面 给我颁奖 我见走偏锋叹逆之后 就再也没有拿到过奖状 我爸没时间 老师有些失望 可是等我回家 却看到爸爸做了一大桌菜 说要庆祝我的进步 看到他身边的宋雪 我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姐姐 这些都是爸爸特意愿你做的 我开了盐满桌的清淡菜肴 给我做的 吃饭吧 我食不知味地吃完 然后进房间 宋雪小声嘀咕 姐姐怎么好像不开心 爸爸回答他 你姐从小就是这臭脾气 阴晴不定的 你别管他 在我快睡时 爸爸敲门进来 又是夸我进步 又是要给我每天做营养餐 有事就直说吧 他被我打断了画饼计划 也不生气 思考十几秒才说 我记得你妈妈还留下两个金镯子 是不是 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 警惕地看着他 小雪的手术虽说成功嘛 但是这样还要吃上一段时间 所以爸爸想 你想都别想 为了给宋雪治病 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只有这两个金镯子 是姥姥留下来的 我妈和她大吵一架 差点跳楼 才保了下来 这也成为妈妈 除了那对敌人送的 这衣服这鞋子之外 唯一留给我的念想 你放心 等小雪的病好了 爸爸一定会还点你的 我站起身 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 怎么还我 这是妈妈留给我的 你能再将它们买回来 不不不 她连连摆手 爸爸一定会买一对 更好的给你 你滚出去 我指着门口 你有没有良心 这些年为了送雪 我和妈妈过的是什么日子 现在她都死了 你还要惦记她的东西 你还是不是人 她脸色瞬间冷下来 只是几秒钟后 又是一副老好人模样 这些年 是爸爸对不起你们 但是小雪 是跟你一起长大的妹妹啊 你难道要 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 她是死时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生死力竭地朝她吼 她舍最好 她 我重心不稳摔在地上 我的左脸 瞬间麻木 耳朵也嗡鸣着 过了很久 这阵眩晕感才消失 脸也跟得灼热地疼起来 你还有个做女儿的样子吗 我就是脾气太好了 才来跟你商量 她说着就要推开我 去找东西 可是 将我的房间 撒了一个底朝天 也没能找到 那两部镯子 东西呢 卖了 钱呢 我冷冷地笑 花完了 你 太阳起手又要打我 却被突然冲进来的宋雪 一把抱住 爸 我的药还有 你别打姐姐 我不知她这声劝里 有多少真心 也无心去管 宋志海颤抖着手指 指着我 你给我滚 我慢慢起身 将自己为数不多的衣服 装进书包里 带上证件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家待着吗 如果不是这里有妈妈的影子 我不会想拨看他们一眼 我背上包 大步朝外走去 宋志海还在身后骂道 你今天走了 就别想再进这家门 你放心 我的脚步没有停下 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去了舅舅家 带着他帮我租一个房子 我可以出钱 但是他自己不懂 租房的规矩被骗 我的钱 现在就是我的命 不能损失一分一好 舅舅一分填膺 累得老混蛋 你妈妈都没了 他还不好好对你 他想让我住在他家里 但是距离学校实在太远了 他只好找了朋友 租下一个巷子里的平房 比学校很近 舅舅看了一眼环境 又要拉着我离开 住这儿怎么行 连上厕所都得去外面 我急忙劝他 舅舅这才妥协 但坚持掏了房租 你就别想那钱的事 以后有出息了 多回家来看舅舅几次就好了 以后 舅舅就是我唯一的亲人啊 我妈妈的几件遗物 也都是她在替我保管 不然早就被宋志海搜出去 得送学买药啊 我眼眶一热 胆紧卖腰鞠躬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我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没想到我这个小屋的第一个不速之客 竟然是送学 她背了一个很大的包 里面都是些我正好需要的生活必需品 她将东西放在地上 姐姐 你看还需要什么 我明天再给你送过来 我开了她的眼睛 只想笑 你终于成功 将我和我妈都赶走了 得意了 她这么正 低下头 对不起 我最烦她这份样子 明明她才是那个可恶的入侵者 却好像我们在欺负她似的 姐姐 无论你信不信 我从未想过 要抢走你的什么东西 我只是 只是想 她的后半句并未说出口 对不起 她突然迈腰 冲我90度鞠躬 真的对不起 说完 又一阵风湿地走了 果然第二天 她又送来了一大包东西 这次只是放在门口 就匆匆走了 没有进来 既然她给了 我也不会拒绝 我很缺钱 能省一分都是好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的成绩 终于勉强到了中下游 老实说 或许可以考一个不错的大砖 我知道这已经是 很累晚的说法了 可是我的钱 实在不足以支撑我复读一年 下午放学时 宋志海竟然出现在巷门口 这倒也不稀奇 从前她也经常来接宋雪 然后顺带看探我 静静 在我路过她时 她突然将我喊住 你这几天住在哪 她小跑到我面前 怎么吃饭的 你这几天不回家 爸爸很担心 你又想要什么 我上下打量 自己一圈 让我卖血 卖身给你的宝贝女儿治病 宋志海连连摇头 你怎么能这么想爸爸呢 这些年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干的吗 她似乎想到什么 脸色瞬间惨白 你的博爱和无私 是我妈用蟹肉供养的 现在她死了 你又盯上我了 周围的学生 却急得越来越多 我丝毫不愿意给她留面子 你既然这么长情 这么喜欢宋雪她妈 为什么要娶我妈呢 为什么还要生下我 她被我问得后退几步 身体不堪 重负式地颤抖 我明白了 我欣赏得她的狼狈 讽刺地笑 因为你需要一个人 顶你传东接代 需要一个人来伺候你爹妈 宋志海仓皇摇头 不是的静静 我当初娶你妈 是真的对她有感情的 爸爸是爱你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只是欠宋雪的太多了 以后你会明白的 哈 我不想明白 无论什么理由 都无法改变 你对我们母女造成的伤害 我想走 宋志海却追了上来 快上来 顾潇不知从哪冒出来的 抬了抬自行车后座 愣着干嘛 我看了眼身后的宋志海 赶紧跳上去 罕见的 顾潇一路上都很沉默 没有损我 也没有打扰我偷偷流眼泪 你就住这儿 嗯 她看了眼 还行吧 挺适合寒窗苦读的 果然 这个人的饭件 思迟淡倒 她走的时候 又从包里掏出一打卷子 扔到我怀里 好好学 别糟蹋这么好的环境 说完 她便骑着车走了 我心里突然暖了起来 鼻子也跟着发酸 除了我的至亲 所有人都在尽力帮我 宋志海 不知道突然之间怎么了 她开始每天都来学校找我 读我送一些补汤 还会送她做饭 有时候 还会去找我的老师 了解我的情况 只是每次他们聊完之后 老师看我的眼神 都会充满恋爱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 语文老师之前 也总是替我在别的老师面前 说好话 晚自习的时候 她将我叫到办公室 宋志海也在 只是面对我的问题 老师一连问了好几个 她都面露干大 这是你女儿 你一个做爸爸的 一问三不知 她气得打开面前的饭盒 连我这个做老师的都知道 送进她芹菜过敏 宋志海急忙将饭盒盖上 看到我后 神情有些难过 你和你爸爸好好谈谈 她说你将它拉黑了 语文老师之前 总是当我们之间的合适佬 劝我不要和唯一的亲人 有隔夜仇 这次 只是摇摇头出去了 你能不来打扰我学习吗 我直接开门见山 你的弥补在我眼里一门不直 还对我造成困扰 如果你觉得 这些年的伤害 吃这几顿饭 几句虚寒闷暖就能弥补的 那我真的无话可说 她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 喃喃开口 你和你妈妈越来越像了 别提我妈 这段时间 我一直想不通 她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 今天 我想通了 听说舅舅把你们赶出去了 所以你又想把我找回去 好了 我舅舅即使给你们花钱 是不是 我离开的第二天 舅舅就去找房东 不再续租 让宋志海和宋雪 立马搬出去 两人现在 挤在偏远的一个小房间里 便宜 但是距离学校很远 所以这几天 宋雪经常迟到 只看她现在憔悴的脸 和脏了的西装外套 就知道他们这些天 有多狼狈了 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她眼眶发红 哽咽着 我没想到你这么恨我 那天我打开你的房间 我给你买的东西 你都没有带走 我才明白 我这些年做错什么 静静 你是爸爸这个世界上 唯一有续缘关系的亲人了 她说着说着 眼面哭了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哭 从前她只是 看似真诚地说句对不起 就已经够我挠不出 一场父子女校的大戏了 可是 失望攒够了 就什么也不相信了 你走吧 你的女儿叫宋雪 以后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 就别来找我 别让我再看见你 我转身离开 宋志海的哭声 被我甩在身后 宇文老师就站在门口 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膀 去学习吧 那天后 宋志海没有再来找我 我的卡上每周 都会堵出一笔钱 宋雪被孤立了 那天我在校门口 和宋志海吵架 很多学生都听到了 于是 关于宋雪是小三的女儿 来我家害死了我妈 逼走了我的传言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 宋雪也没有解释 从前总是和两三的女生 凑在一起的人 现在形态隐之 不过 她似乎并不在意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我和宋雪的不同 我虽然嘴硬说 自己喜欢孤单 但心里总是渴望朋友 渴望关爱的 宋雪看那句柔弱 但是骨子里是一个 很凉薄的人 她好像并不是真的 需要这些朋友 不过 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三魔的成绩下来 我比之前又进步了 老实说 如果高考的时候 超常发挥 说不定也能拼 一个差一点的二本 快高考了 我不敢再去打扰顾潇 自己一个人 肯了一些不会的题 倒是她 经常过来调侃我几句 然后跟我讲讲 高考前夜 顾潇来找我 加油 敲开我的门 就说了这两个字 然后骑上车 准备离开 就为了说这个 她还一笑 走了 高考结束 我不知道自己 会不会超常发挥 但是我尽力了 暑假 我去一个同学家 开的火锅店打工 累点 但是工资还可以 出成绩的那天 顾潇抱着电脑 来吃火锅 学好多少 啊 你学好啊 可以查成绩了 我探头往她电脑上看 她发了个白眼 还不能 你就不能一次性 回答我的问题吗 哦 好 她将我的学号记住 然后摆摆手 该干嘛干嘛去 这人果然还是这样 我竟然期待一场考试 能让她变得不这么气人 下午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顾潇突然冲过来 挡在我面前 我已经忙得晕头转向 棒要查分这事 干嘛呀 快亮开 她瞪大了眼睛 四代四十三 啊 我弄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是我的高考成绩 比之前考试高了三十几分 这算超上发挥吗 可以考上吊车尾的本科吗 可以 我考上了 宋志海晚上来火锅店门口等我 见我出来赶紧过来 查成绩了吗 跟你有关系吗 她嘴唇微动 毫无血色的脸上 透出隐约的清灰色 艰难的喘息 爸爸 只是 只是想知道你的成绩怎么样 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复读 我忍不住笑 复读 你出钱吗 宋雪的药不买了 你倾尽所有给她治病的时候 有想过吗 她张了张嘴 又说不出话来 在我离开时 她才说 小雪没有参加高考 什么 原来 高考那天 宋雪迟到了 因为住得远 又没钱住就近的酒店 第一场考试迟到后 严重影响了她的心态 导致后面的考试 也连连失利 她病了 你要去看看她吗 我无语之间 我看起来很像圣母妈 宋志海不再说话 再次见到宋雪 是在去大学的前一天 她特意来找我 眼眶深陷 有些吓人 恭喜你 她微微一笑 扯得原本就干裂的嘴唇 渗出血来 看到她这样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你知道为什么宋志海说 她欠我的吗 不想知道 她面上是栖栖然的绝望 自言自语道 因为我抱她是她害死的 准确来说 是被她和我妈害死的 她再次笑起来 只是笑着 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那天是我妈的生日 我爸在外面跑出租 说回不来 有个客户包车去外省 她太像我 我妈竟然真的信了 她嫁给我爸这些年 每次生日 我爸没有陪她呢 她就这么不甘寂寞 挂了电话 就打点了宋志海 她让我帮她骗我爸爸 让我给他们的 奸情打掩护 我他妈竟然真的答应了 她捂着嘴哭 哭了一会儿 又开始说 我爸一定觉得 全世界都背叛了她 她死前一定很恨我们 我只知道 宋雪的父母感情很深 她爸出车祸后 她妈竟然也跟着 跳河殉情吗 她看着我 语气真诚道 我不想伤害你 和你妈妈的 可是我想活下去 这一切 都是宋志海欠我的 我爸妈 是因为她才死的 她有责任要治好我 我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我之前是恨宋雪的 如今 我更恨宋志海 所以 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她有些茫难 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叹气 但我不会原谅你的 你可以走了 宋雪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走到门口时 又说了一遍对不起 那天后 我没有再见过宋雪 听说 她回去之后 和宋志海吵了一架 将当年的事情 都说了出来 宋志海或许 以为一个七岁的小孩子 不会记得那些 这样被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来之后 她面的挂不住 又恼羞成目 动手打了宋雪 宋雪离开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上大学之后 只有过年那几天 才会回家给妈妈烧纸 然后去舅舅家过年 只是每次我拉抬窗帘 都会看到楼下 站得一个瘦弱的身影 宋志海瘦了很多 听说她生病了 每年都来 舅妈指着楼下的宋志海 不过她不敢上来 舅舅做过她好几次 我本科结束 又考上了研究生 舅舅开心地为我伴酒 当初我考上大学 她就要给我伴的 被我制止了 这次我的反对意见无效 我举起饮料 敬舅舅的时候 又看到门口 那个熟悉的身影 舅舅也看到了 叹了口气 出去跟她说几句吧 我听说她病得挺重的 快不行了 宴席结束 我才去见得宋志海 她一见我 就将一个 皱皱巴巴的红包 塞到我手里 这是爸 我的一点心意 这些年 我没有问你做过什么 这几天 我总是梦到你妈 她的声音 像是从喉咙里 撕裂出来的一般 只听着便觉得疼痛 她在怪我 不会的 宋志海眼里 闪烁着漆迹的光 却又听到我说 她想到你都觉得裸心 怎么会花费心力怪你呢 她的身体 突然剧烈颤抖 全地蹲下来 痛苦地捂着心口 无声地哭泣着 我们本来有一个 很好的家 我妈本来可以 穿得漂漂亮亮 高高兴兴地 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这一切都被你毁了 我的眼泪 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是你毁了它 毁了这个家 对不起 她一声声说着对不起 我却一个字都不想听 从我妈离开那天起 我就没有爸爸了 我不会再见你 也希望你能别来打扰我 那是我最后一次 见到宋志海 再次听到她的消息 是舅舅告诉我的 她死了 死在了出租屋里 警察联系到了我舅舅 也是我舅舅 帮她处理了后事 你要是想回来 送她最后一程 就回来吧 不用了 那个人跟我没关系 舅妈赶紧抢过电话 还是回来送送吧 我怕到时候 有人说你坏话 毕竟卖人 也不知道咱们家里的事 莫善 我不怕他们说 舅舅舅妈对视一眼 没再说话 研究生毕业后 我进入到自己 心仪的公司上班 进去不久 就听到同事说 要从总部空降一个领导 是我们部门的直系领导 为了迎接他 我们还小小地 布置了一个办公区域 时之 刚布置完 就听到一个声音 这么难看的花 是从垃圾桶里捡的吗 我猛地起身看不去 男人看着我笑 你的品位 还是一样的差 果然 无论过去多少年 都无法改变 这个人的恶劣品性 无论过去多少年 我们都还能找到彼此 这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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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